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笑笑哈哈 最近比较无聊 又顺便我进了个社团 不知道你们对社团有没有什么了解 我也没有 毕竟好久都不玩这个了 然后社团里需要交作业 交作业就是这个 你看一下就大概这个意思 是吧 每天他们会发一些文 你们让你来读 就试一下戏感 就比如是这种 是不是看着还挺中二的 或比如这种 对吧 然后每天都有 但因为我进来去也没几天 所以就这些 然后就是交干音 录完音就交就可以 然后这些稿子 其实你们也能看出来 都是群主 或者是他们谁自己去找的 我就想想我自己能不能发稿子 反正也不是我写的 然后前一阵是沉迷葫芦娃 就特别对葫芦娃那段感兴趣 我就发给了群主 说能不能读这个 他们 后来他说他考虑考虑 还行 后来结果真的做了 就比如是这种台词 是吧 又比如是这种台词 对吧 笑起来好尴尬 然后你看 他真的变成了作业 然后我今天带你们来听一下他们教的都是什么东西 只要他们不来怼我就行 我觉得那边葫芦娃的灌口特别牛逼 接下来我们来先听一下原版 然后我们再听一下别人的版本 好吗 开始吧 我姐姐和蝎子大王到底怎么了 你不要急 慢慢说 这大山里面出了七个葫芦娃 他们是天神下凡 本领高强 这帮蛮小子把我们洞府砸了个稀巴烂 我们众多的兄弟被葫芦娃打得死的死 伤的伤 蝎子大王和夫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如今葫芦兄弟化成一座七色奇蜂 把我们大王和夫人压在了山脚下 看来凶多吉少 已经压得粉身碎骨了 大王 您可得给我们做主 你为什么不早来报信 也好让我助姐姐的一臂之力 葫芦娃 他们可不好惹 对 这七个葫芦娃可了不得 这老大红葫芦娃力大无穷 双臂有万斤之力 老二成葫芦娃天生一副顺风耳千里眼 他机敏过人 什么事都瞒不过他 老三黄葫芦娃和铜头铁臂 刀枪不露 把这能削铁如泥 可比钢刀还要硬 这第四个兄弟绿葫芦娃是火神下凡 口中能吞吐烈火 这么厚的斧子都能被他给烧化了 老五青葫芦娃肚子大得不得了 能把大河的水全吸进去一吐出来 可把我们全都给淹死 老六蓝葫芦娃会隐身法 来无影去无踪 站在你的面前 打了你一巴掌 你都不知道谁在揍你 这第七个子葫芦娃是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个 虽说他没有多大能力 可他手里有从梁胎带来的一个宝葫芦 能把我们全吸进去化成农血 蝎子大王和夫人就是吃了他的骨头 你的瞎了眼的癞蛤蟆 好的我们看完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听下他们的作品 这都是他们的作品 比如说也有我的 对这也有我的 我就不给你们看了 我直接从文件夹里找吧 好吧 找一下他在哪 不对不是这个 我们来一个一个听吧 先听这个 这大山里面 除了七个葫芦娃 他们天神下凡 本领高强啊 这帮蛮小子 把我们洞府砸了个稀巴烂 我们众多兄弟 被葫芦娃打得死了死 伤得伤 现在大王和夫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如今葫芦兄弟化成一座七色奇光 大王把我们大王和夫人压在了地下 看来我们大王是凶多吉少了 大王 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慌什么 你个闹肿 这大山里边除了七个葫芦娃 他们天神下凡 本领高强 这帮蛮小子 把我们的洞府砸了个稀巴烂 我们众多兄弟 被葫芦娃打得死的死的伤得伤 蟹子大王和夫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如今葫芦兄弟化成一座七色奇光 把我们大王和夫人压到了地下 看来我们大王是凶多吉少了 大王 大王 大王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天哪 这个葫芦是谁出的 这大山里面出了七个葫芦娃 他们天神下凡 本领高强啊 这蛮小子 把我们的洞府砸了个稀巴烂 我们众多兄弟 被葫芦娃打得死的死 伤得伤 蟹子大王和夫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 我今葫芦兄弟化成一座七色奇光 把我们大王和夫人压在了地下 看来我们大王是凶多吉少了 大王 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什么 你个闹肚 这大山里出了七个葫芦娃 他们天神下凡 本领高强啊 这帮蛮小子把我们的洞府砸了个稀巴烂 我们众多兄弟被葫芦娃打得死的死 伤得伤 蟹子大王和夫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如今葫芦兄弟化成一座七色奇光 把我们大王和夫人压在了地上 看来我们大王是凶多吉少了 大王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这大山里出了七个葫芦娃 他们天神下凡 本领高强啊 这帮蛮小子把我们的洞府砸了个稀巴烂 我们众多兄弟被葫芦娃打得死的死 伤的伤 蟹子大王和夫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如今葫芦兄弟化成一座七色奇光 把我们大王和夫人压在了地下 看来我们大王是凶多吉少了 大王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这大山里出了七个葫芦娃 他们天神下凡 本领高强啊 这帮蛮小子把我们的洞府打得稀巴烂 我们众多兄弟被葫芦娃打得死的死伤的伤 现在大王和夫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如今葫芦兄弟化成一座七色光 把我们大王和夫人压在了地下 看来我们大王是凶多吉少了 大王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这大山里面出了七个葫芦娃 他们天神下凡 本领高强啊 这帮蛮小子把我们的洞府砸了个稀巴烂 我们众多兄弟被葫芦娃打得死的死伤的伤 这次大王和夫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如今葫芦兄弟化成一座七色奇光 把我们大王和夫人压在了地下 看来我们大王是凶多吉少了 大王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慌什么你个闹肿 啊听完了觉得还可以吧 嗯是吧 啊咱这个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对吧 哎顺便给你们听听别的哈 给你听的有意思的 因为有几个我听的确实挺挺不错的 六二三号六二三号 我找六二三号的游戏 我刚才下午没有山 听这个吧 嗯 甚好甚好 那我便寻着纯香 再去自投罗网一次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这就是你们这么久的努力成果 再给你们三天 不行的话给我滚蛋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 你们这群畜生 是吧 是吧 是不是感觉还可以 哎果然你看 还想听我的疯了吧 六二十二号游戏 一只枪这个 这个我就觉得特别好玩 有点像那个 啊 他的什么 好吧 哦 你这个愚蠢的土拨鼠 叫你干的蠢事儿 Michael 听说你打碎了马拉太太家后院的花盆 哦 简直不可思细 哦 上帝会惩罚你的 你这只肮脏的新西兰袋鼠 哦 小约翰 你在忙什么伙计 哦 天哪 上帝 难道就没有人懂我的意思吗 你们这群愚蠢的西布利亚草区五女郎 啊 啊 这后面呢也不算什么东西了 二十三号 啊 那我们要不就这样再见吧 这期视频其实到此为止了 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这是什么呀 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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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余又微一片情深 与你温飞青 竟然只是投之为恐不及的苦苦相逼 三年 我等了你三年 眼见这长安城 花招复花招 怎奈何 古父二子 好的 我们的这期视频到此为止了 啊 居然还有人在问问 为什么没有你的 为什么没有你的 还想的没你 想听也不是现在听啊 对吧 好吧 那各位 嗯 下期再见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嗯 哼 哎呀我的天哪 我很少录这种视频啊 我都不知道录屏怎么走啊 好吧 那各位 拜拜 嗯 我放着放着 为了遮住那个名字什么的 知道吧 啊 对对对就是这么简单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有